新西兰一名男子被人用拆轮胎的铁棒攻击 不幸的铁棒直插头部 一时血流如注 男子不但不慌张 还冷静地求助 最终脱险 以下的画面可能会让你不舒服 秘鲁电视画面显示 23岁的阿米蒂奇血流满面 旁人都被这一幕吓呆了 这一幕发生在新西兰北部城市陶兰家的一个油站便利店里 目击者描述铁棒尖锐的那一头直插男子头部 好在插得并不深 阿米蒂奇当时头脑清醒 有条不紊的指示电源帮他报警 并描述自己受到了攻击 医生已经为阿米蒂奇取出铁棒 不过他的伤势严重 正留院治疗 警方还在寻找行凶者 感谢观看